不知道你們能否看過有什麼 台語的秋色茶背後呢 來看阿州台海學生 如何當腦筋 跟台語紹介給年輕人 他們希望說這些作品 有一天可以有器材來使用 讓母親有年輕人開 時間還有意義 一輩一輩的秋色茶 要什麼好料的都有 翁來 歐遊 雙耳青 跟沙拉甘 上頭有台文字 羅馬平音 台語祖音 不過這也不夠看 背心竟然也有這個 不漂亮的 少許小小的QR code 到唐厚 而且也有做過 不過這只有深色的飲料 有錢也沒得買 因為這其實是阿州大學 是跟團團設計的大學生 今年的筆約作品 大學生 如果自己還想要學台語 但是家庭有可能都是不說台語的 這樣要怎麼可以自己學習 我們地方都沒有找到說 原來有台語做這種東西 其實比羅馬平音 是太簡單 可以在這裡看 就量出來台語這樣 我們的插畫 通常都會結合一些 苦手的東西 就是讓年輕人感到有趣 可是又跟臺灣的民俗有關係的 創作團隊 五位學生 以議員學家 五十六的國台對照 寡用書店出發 四十五位主義 分辨他 如果食到白色的 培養 跟大爪來分辨 那就是很多人 都知道的 報告嗎 如果白就是台語的 占用符合 團隊前後的設計 對外臺灣 手機的插頭 跟紅色飄 白癡 還有設計 正音樂的題材 用百年時間完成 也入圍國來出名的設計大眾 他們希望台語 生活化的理念 可以透過野色 跟時間的設計 繼續討 記者 阿民真林博海 台北報導